把他嘴敲开 因为得罪了警长 男人被处以了监狱里的急性 狱警用木板敲开他的嘴 接着就把掺了头发的奶茶灌了进去 这还不算完 因为头发没法被消化 那些头发茶扎在胃里 疼得男人整夜都在嚎叫 为了帮他缓解痛苦 狱友们便把枕头里的棉花拿出来给他吃 只要头发粘在棉花上 再跟着粪便一起排出来 身体就不会有事了 和这些经验丰富的又有不同 男人是监狱里的菜鸟 刚被送进来没几天 他叫承安 原本是一名记者 专门写一些揭露警戒黑幕的报道 可在那个年代 警察贪污成风 不懂规矩的人就很容易惹上麻烦 同事经常提醒他 让他注意一点 小心行事 但承安一直都没放在心上 下班以后 承安回到家里 母亲递给他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五千块和一块鸣鸣 说是有人送给他的 紧接着 就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原来是西环的探长张耀祖 对方想用这些东西堵住承安的嘴 但承安并不领他的情 他像往常一样 到酒吧来找女友约会 刚好在这里见到了张耀祖 即便是当着本人的面 承安依旧没给对方留面子 很多人很想要你的脸 可是我没兴趣 有人有兴趣 说完 张耀祖就去搭讪承安的女儿 我请你吃消夜 对不起 我今天很累 走 直到这时 他的面子终于挂不住了 决定要给承安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 承安就被领导叫了过去 之前他把张耀祖给他的东西 全都写进了报纸 现在警方觉得他污蔑探斩 给领导施加了压力 承安因此失去了工作 等他回家以后 就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是张耀祖手下的人 拿了一包白粉说承安藏区 接着就把承安抓进了警察局 一进警局 张耀祖就命人把他暴走了一顿 目的就是让他认罪 而承安自然也不会向张耀祖低头 可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用母亲和弟弟做威胁 为了护住家人 承安只能认下了这个罪名 而另一边 女友知道了承安被捕的消息 他一个人来到张耀祖家 想用钱求对方放了承安 傻丫头 钱我有的是 我要你的人 虽然女友很不情愿 但为了救出承安 最后还是爬上了张耀祖的床 但他没想到 张耀祖竟然不讲信用 得到了想要的 却还是让承安坐了牢 这一坐就是三年 而监狱里的生活 更是苦不堪言 刚刚进到监狱 承安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和他一同入狱的新人 都是在道上混的 也都有各自的老大 而承安成了 唯一一个没人照的人 新人大家要修理了 这样吧 象征式的没人来三拳 等几人打完以后 他们便叫来了达叔 让他把人收走 好好讲一讲规矩 说完 达叔把承安拉到一边 原来在监狱里 有着监狱里的规矩 刚来的新人统一叫做羊 达叔则是负责 教育他们的羊头 而像承安这种没背景的羊 比那些有背景的羊 还要惨一些 他们没人照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承安早就料到 见了监狱就会受人欺负 可他却没想到 他即将面对的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今天是洗澡的日子 而监狱里则是 什么样的人都有 长相俊俏又细皮内容的承安 就不幸地被一个老大选中 危机关头 一名狱警走了进来 此时的承安竟想向狱警告状 幸好被达叔及时拦了下来 真的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等狱警走了以后 达叔提醒承安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能向狱警告状 否则他们俩下场都很惨 也是在这个时候 达叔告诉承安 新来的羊第一天晚上 要给老大做尿酱 所谓的尿酱 就是在几名老大 想排泄的时候 负责把他们扛到厕所的人 哪怕是排泄的过程中 都要一直扛在肩膀上 等他们解决完以后 还得把老大扛回床上 承安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他闻到身上的臭味 一个人偷偷哭了下 当初入狱时 承安不仅有藏毒的罪名 还被诬告了一条洗警罪 所以除去三年的牢狱之苦 他还要受打藤六下的刑罚 所谓的打疼 就是把衣服裤子全都脱光 用藤条抽在身上 每一下都疼得承安撕心裂肺 等六下全都打完 身后早已皮开肉斩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打完以后 犯人要穿上囚服 等到血干了以后 伤口和布料粘在一起 撕下来的时候 更是钻心的疼 一连好几天 承安都疼得睡不着觉 达叔把这些看在眼里 隔天在干活的时候 他悄悄摘了两只卤慧 交给承安 只要把他弄了 用卢慧支付在伤口上 晚上就可以睡个安心觉 而在他们的狱友三条腿那里 再出了一点小状况 对做清洁这方面 三条腿可以说是非常在行 而他的工作也让三嫂非常满意 当晚回到牢房 他就向狱友们吹嘘自己的丰功伪劲 看着三条腿给大伙分着巧克力 承安也不由地被这氛围感染 此时 一名狱警过来递了一打纸片 这是在问有没有人要写短 写短呢 就是写下家里的地址 写上交来人多少钱 长官呢 就会去你家收钱 这个叫做生鱼 你想不想做生鱼 他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达叔 达叔无奈地摇了摇头 像承安这样的性格早晚会倒霉 果然没过几天 承安真的惹上了大麻烦 那天 一名狱警正在跟犯人吹牛 不料这时警长突然出现 狱警们见状 赶紧去拍警长的马屁 说他的空手道有多厉害 几句好话听得警长心情舒畅 当即就用犯人们今天的食材 给大伙表演 犯人们看他这么糟蹋粮食 都是敢怒不敢言 只有承安不顾达叔的阻拦 一个人站了出来 你要全表演空手道 但是没全用我们的伙食来表演空手道 听了这话 警长转头就向承安盗窃 还说要请承安喝奶茶赔罪 承安不知道的是 所谓的奶茶 其实就是一种急性 把头发碎昏在奶茶里 让犯人喝下去 到时候 头发会在胃里扎来扎去 看不见摸不着 月柔可能就会扎得越狠 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 承安更是因为 这杯奶茶躺在床上叫了整晚 不过 因为承安是替大伙说话才受的罚 老大们于心不忍 便让他吞点棉花下去 就能缓解痛苦 这边承安的伤还没好全 另一边就出了大事 承安的弟弟到监狱来探金 给承安带来了一个噩耗 母亲因为承安入狱得了精神病 有天他偷偷跑出家门 出了车祸 来不及抢救就去世了 此时承安彻底崩溃 他没想到因为自己 竟然毁了整个家庭 如今他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出狱为母亲送葬 他去求警长帮忙 但两人先前有过过节 警长自然不肯批准 甚至因为嫌承安麻烦 直接把他关到了禁闭市 这一刻 承安心灰一了 已经失去了生的希望 他摇破了自己的手腕 想离开这个世界 但最后他又放弃了 他明白如果自己死了 就代表他向恶事里屈服了 只有活下去 才能证明心中的正义 之后的日子里 承安干活更加卖力 只为了能早点减刑 从监狱放出去 他也慢慢学会了 监狱里的生存法则 还主动做了生鱼 在监狱的日子也变得好过起来 不过这天 因为一个太平绅士的到来 承安又一次站了出来 我要求所有的犯人都有内裤穿 一口流利的英文讲完 太平绅士也对承安充满了兴趣 他没想到 监狱里竟然也会出现文化人 经过一番盘问 这才知道承安原本是名记者 如果出狱以后 肯定有不少文章要写 于是他便同意了承安的请求 提到我的时候多写几笔啊 一定会 等绅士走了以后 犯人们把承安围在了中央 对他夸了又夸 警长看不惯他们这么高兴 走过来泼承安的冷水 少小子 每年那么多绅士来 只是例行公事 小厨子 去厨房拿点肉喂我的狗 这话一出 承安也忍不住偷偷骂了两句 肉本来是给犯人吃的 却被警长拿去喂狗 于是他便给大伙出了个主意 把警长的狗偷偷杀了 给大伙接接馋 等肉全都分到狱友手中时 承安也成了几位老大眼里的红女 到了晚上 绅士承诺的内裤 就发到了狱友们手里 大伙都很高兴 为了感谢承安 四个老大各自凑了东西送给他 还准备开个派对庆祝一下 就在最高兴的时候 警长又一次进来搅局 他在牢里进行了一次大搜查 整个过程 三条腿都担惊受怕 因为他的床头 正藏着警长老婆的内裤 但让人意外的是 警长看到以后 竟然没有处罚三条腿 像没事人一样离开了房间 三条腿还以为是自己走运 没被警长查到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隔天早晨 犯人们像往常一样干活 狱警则把三条腿叫去 让他出牢房买点东西 可他没料到 他前脚刚刚踏出监狱大门 后脚就被警长抓到 尽管三条腿说自己只是去买东西 但警长根本不听 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 情急之下 三条腿只能逃跑 却不小心跑到了一处悬崖边 长官 我真的是去买东西 买东西吃 吃什么呀 去死吧 是人把蜡烛 三条腿就这么死了 狱警给的报告是他想逃狱 被狱警追后失足掉到悬崖下摔死的 可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他是被警长害死的 谁想抽烟出力了出来 有没有 此时 承安 达叔 以及四名老大主动站了出来 他们不是为了狱警手里的烟 而是为了送三条腿最后一程 在看到三条腿的尸体时 他们也暗下决心 一定会为三条腿讨回公道 随后几人将棺材抬了出来 狱友们见状 也都自发站在两侧 为三条腿送刑 他们都明白 三条腿的死不过是杀鸡警猴 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三条腿 为了三条腿 也为了他们自己 必须付出行动 于是几名老大决定一起罢食 而承安则打算写一篇稿子 解发警长的恶行 双方的计划同时实施 罢食的第一天 警长找到了犯人中为首的四个老大 威胁他们让犯人吃饭 但四名老大态度坚决 发誓要和警长抗争到底 行动刚刚开始 大家伙都很齐心 承安这边也趁着没人注意 把稿子塞到了之前 在御事救下他的那名狱警手里 他很清楚 这个狱警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而狱警也不负承安所望 把稿子送到了承安以前的同事那 很快 这篇稿子就变成新闻 登在了报纸上 一连几天 犯人们的霸食活动都在继续 虽然警长那边还没有任何行动 但是几位老大却清楚 警长只是想趁他们 恶到无力反击的时候 再对他们下手 所以几人连夜开了一个会 决定选出一个人 在警长对他们动手的时候 去刺杀警长 死签落在了威哥手里 他叫手下的兄弟去抽签 看看到底是谁被选中 最后 这个艰巨的任务 落在了死不了手里 放下吧威哥 话虽这么说 可真的抽到了死签 死不了却是怕得整夜都睡不着觉 承安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不安 走过去询问他的情况 原来死不了坐了三年牢 还有六个月就行晚释放了 他不想去杀警长 但像他们这种有背景的人 做什么都身不由己 承安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能答应尽量帮他 第二天早上 犯人们依旧在罢市 但这次他们准备把事情闹到 他们一边激着 一边喊着三条腿的名字 果然 警长再也按捺不准 他告诉手下 只要谁不吃饭 就按在地上打 直到打死为止 随后就带人冲进了食堂 此时 犯人们全都暴动 和狱警扭打在一起 死不了也掏出匕首 准备干掉警长 就在关键时刻 监狱长带着侦探部的警察走了过来 原来是承安的那篇稿子起了作用 现在侦探部要对警长进行调查 看着警长被人带走 犯人们欢呼起来 承安则借机却安慰死不了 不好意思 看你做不了英雄 别傻我了 这次要谢谢你 而在这个时候 四位老大爷找到了承安 感谢他为大伙的付出 为了纪念他 他们还提出废除尿价这个规矩 承安成了育友们的英雄 日子也变得更加舒坦 可是某一天 监狱里竟然送进来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仇人张耀祖 原来从承安入狱以后 张耀祖就经常去找你有小慈的麻烦 硬逼着他给自己赔酒 拒绝了几次以后 张耀祖被彻底惹怒 他把酒泼在了小慈身上 还把他羞辱了一番 小慈不堪受辱 打碎酒瓶就要去捅张耀祖 但很快就被手下擒住 张耀祖打算把太爷送进监狱里 但这个时候 一位姓万的探长走过来 救下了小慈 既然万探长都发话了 张耀祖也不好不给他面子 小慈因此逃过一劫 事后万探长找到了小慈 他欣赏小慈的勇气 想和他交个朋友 从此万探长就成了小慈的考山 即便如此 小慈却从没有忘记监狱里的男人 恰好这段时间 张耀祖要和万探长竞争一块地盘的管理权 小慈便想接着万探长的手 彻底扳倒张耀祖 于是他提出和万探长做一笔交易 好 我就欣赏你直说 按照计划 万探长假意和张耀祖套进口 还给他找了一个美女陪他 可正当张耀祖想和美女亲近时 美女突然大喊揪 万探长则趁机带着记者闯进来 来了一个仙人跳 于是张耀祖就被送到了监狱里 在看到承安以后 他就决心要让承安好看 因为张耀祖是警察 再加上犯人们中最低级的就是强奸犯 担心张耀祖日子不好过 所以他被安排进了一个单人牢房 这刚好给了张耀祖一个机会 他趁着干活的时候 偷偷顺走了一把勺子 每天晚上都在打磨勺饼 直到把他变成一把匕首 某天 所有犯人都在操场接受神父的教诲 趁着人多混乱之际 张耀祖冲进来捅承安 达叔率先发现了不对 他一把推开承安 自己却被匕首刺中 当场死亡 眼见杀错了人 张耀祖又去追承安 为了保护承安 所有的犯人都追了过来 他们一路跑进后出 承安借机躲了起来 找不到承安 张耀祖便开始用言语侮辱小词 果然听了这话 承安立马冲出来和张耀祖拼命 两人扭打在一起 但承安压根就不是张耀祖的对手 被死死勒住了脖子 此时 御友们也赶了过来 很快 承安就被捞了出来 而张耀祖则被推进了 煮着开水的汤锅 被活活烫死 看什么 监狱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承安也即将被放出监狱 所有人都过来给承安送兴 虽然监狱的日子很苦 但真要出去的时候 还真有些舍不得这里的御友 当承安走出监狱时 小词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两人深情对望着 没说一句话 却胜过千言万言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是1997年上映的电影 黑玉断肠歌之气生猪肉 一开始看这个名字 可能还有点懵 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 气生猪肉是无限忠良的意思 虽然整部电影从剧情上来看 像是致敬国外经典电影 肖申客的旧书 同样是男主被冤入于以后 通过自己的学识 一步步成为监狱中的焦点 但却有着自己的风格 导演挑选的配角 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面孔 尤其是达叔和徐锦江的出演 把人物直接演活了 也难怪这部电影的评价很好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